比林心如漂亮,霍建华深爱她 换十四任男友人称公交车金成这样 林维军出道已经有十几年 他曾出演过许多偶像剧,比如千金百分百 排魂弯恋人,等 他当时被称为台湾最美面孔 一起合作的陈乔恩都被他比了下去 就连霍建华都曾追求过他 只不过当时老干部的名气还不够林维军并没有看上他 在看现在,林维军被爆出劈腿 星途尽毁,爱太可惜了 他的男友多达十几人 有网友说,比林心如还漂亮的林维军 要不是经常玩劈腿,也不至于落了个劈腿女王的骂名 如今39岁的他,反倒是没有人敢去 因为这样的女子,估计是没多少人敢追 怕成为下一个王宝强 虽然,林心如没有像林维军那样 被评为最美的女星 但是她的颜值也是不错的 还记得这样照片 是不是林心如,这一辈子的颜值巅峰 霍建华应该感谢林维军的步驾之恩 不然也不能与林心如走到一起 艺人平凡患男友 艺人林维闻,独立,不沾人 换作是谁,都会懂得去选择 霍建华与林心如现在也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你看她们是不是很般配啊 林心如穿着的漏肩雪仿长裙非常的漂亮 霍建华那个迷之微笑的上扬嘴角是要闹哪样呢 生完baby的林心如这身姿恢复的真够快啊 鹅黄色非常显气色 大波浪卷发非常优雅 喜欢的小妹杂们可以效仿着这样穿 不分年龄的 腰间的装饰我非常喜欢 亮珠设计的腰带既复古又时尚 女强人干练形象有目有 产后付出的林心如立马投身工作中 似乎一刻都闲不住 为杂志拍摄的封面非常大气 腰部设计如产永一般 难怪都说女人只要保养得好就美得不可方物啊 这个碎花裙是不是很少女 完全看不出产后的痕迹